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2日 已經是星期四 很多人 都很迷信風水 其實 我們看到現在的中共 雖然他們就說是無神論者 但是其實中共的領袖 很多都是十分迷信 先不說 現在的習近平 我們說回以前 江澤民 經常去求神拜佛 道道的罰子也有他的蹤影 再之前的鄧小平 也是十分迷信的人 說起老毛 即請 要根據老道士所說的 連他的近衛隊 這個中央警衛團 都改名做8341 相傳當時的滴水洞 有個老道士告訴他 一個密碼叫8341 結果他就用了8341做番號 結果他死的那一年 那些人才訪言大午 掌權41年 享受83歲 所以叫8341 為甚麼是41呢 就是由他1935年 遵議會議正式奪權 因為在遵議會議之前 老毛就不是黨裏面的 一把手 因為比他 以前的地位更加高 有黃明 有駁股 有樂譜 還有再之前的 紀任總書記 包括陳獨秀 高層李大超 還有 向中發 好了 所以老毛真真正正正 在中共掌權 就是1935年 當時甚至乎是1935年前 周恩來的地位也高過他 還有李德 我們繼續說吧 因為毛澤東十分之相信是老道士 當時老道士叫他 不要回延安 結果他 一直都沒有再回延安 即使做到旺帝 1949年之後 從來 沒有再跨過延河 也不敢搬進紫禁城 因為 紫禁城裡面 那些龍器太盛 他不敢搬進去 其實 孫中山當時革命 已經說了 最好 不要在北京做首都 因為那裏 周圍都是黃城 你很容易受到那種迷惑 結果北洋政府 原實可以受不住迷惑 結果 清帝 清帝沒多久 就出事了 那麼究竟毛澤東 是不是真的 完全聽了高僧或者道士所說 結果他沒事 全中國人人人人人都不凌囂 最近在X平台 有位吳祝來先生 我一直都是看他的 他寫了一段東西 當然真偽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討論 因為裏面的東西 可能也有多紛爭 就是說習近平 也是十分之迷信風水 習近平迷信風水 就不是現在的 包括他父親習仲勳 收了一個很大的寧墓 全中國最大規模的寧墓 就是他父親習仲勳的寧墓 就是在秦嶺 陝西 在秦嶺就起了 很大的寧墓 另外 在燕山也是北京帝都的老媽 所以 他首先 在那裏也起了 建築物 建築物 我們看到 習近平的 陪刀 或者可能接下來的 臨時首都 洪安 洪安實際上 這個佈局也是 習近平的 那種迷信所致的 因為如果你 以風水 其實不要不算風水 以地理角度 任何的實用角度 洪安也是一個敗筆 那裏是積水的地方 結果 為了保洪安 使得很多地方浸了水 保洪安其他地方浸了 因為本來這是我們以前散水的地方 現在他就要保護這個地方 散不了水 那些水就浸到旁邊 好了 我們看看 這個 有位風水大師 寫信給中南海的中央辦公廳 要求習近平 懲罰他後面的風水佬 或者高僧 原因就是 這群人渣流攤 根本 無料到 好了 外面 外面盛傳 有位老道士 或者是老僧人 跟習近平說 你是真龍天子 你絕對可以破戒 原因是 以前老毛 不敢破戒 搬進紫禁城 只能夠在中南海外面 因為紫禁城跟中南海外面是兩回事 結果 老毛一生人都沒有進紫禁城 因為他怕衝撞了龍氣 習近平 因為他 老道士告訴他 你是真龍天子 可能是老僧 也不是老道士 為什麼 我們 早時 其實去年 李一平先生做過幾集 說習近平 其實他 在拜的 不是 那些 佛 他在拜的那一座 當時在 河北 做保定的那座 還是永定的那座 有一座廟 那座廟實際上 不是佛廟 他是以佛的名義 實際上 他是拜火教 即是明教 裡面拜的那些 其實是摩尼教的 應該就是 摩尼教的神 摩尼教的神 也認定了習近平 就是教主 說得很複雜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說 我們也覆述過一次 引述這位李一平先生 說的話 原來習近平是名教中人 就是魔教 實際上 究竟他的風水跟中國的風水有甚麼不同呢 風水其實我也有 看看 我也不敢說 研究那麼高 我有聽人說 也 聽他們很多人說 現在那種農脈 北京那條農脈 實際上 不是燕山 是香山 據說老毛當年在60年代前 已經滑空了整座香山 香山裏面是一個軍事基地 老毛也是 在裏面 執行了很多的事情 做了很多古靈精怪事情 甚至乎 林彪 據說都在香山裏面被毛澤東堆壞了 然後把他兩父子 已經是 殺了他 兩父子 抬上飛機 然後就叫飛機 送他走 實際上他已經是死了 搬上飛機之前 這個是 其中一個傳言來的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傳言 風水學說 實際上 有沒有這些東西 例如說一個農脈 一個地方的風水農脈 究竟有沒有 其實 我 一般地相信 如果風水那麼有用 其實誰擺到風水陣 誰贏 每個朝代的自亂輕衰 你覺得明朝風水很好嗎 朱元璋選了南京 結果 他的兒子 早死 他的孫子做了幾年皇帝 就被兒子 打下來 從北邊打下來打贏了 朱棣 朱棣實際上當時的勢不是很強 只有幾萬兵 可以打贏 當時的大明 他的燕軍可以打贏明軍 其實是很厲害的 這個 其實是很反常的東西 所以 龍脈 是不是真的有呢 那麼南京的龍脈是不是不夠北京強呢 似乎是 因為你看中國歷史 北邊的 政權 從來都是打贏南邊的 很少南邊打贏北邊的 唯一一個是誰呢 朱元璋一個 可以由南邊打上北邊 可以北伐 只有朱元璋 另外還有朱棣 但朱棣其實是北邊打下來的 對不對 好了 到了你想想想 他不夠幾十年 朱棣死了 之後 他的兒子 很短命 做了十個月皇帝就死了 洪熙皇帝 到了他的孫 孫德就是做十年皇帝 三十多歲就死了 朱瞻基就是孫德 三十多歲就死了 其實永樂就是朱棣死了十一年 連續死了兒子和孫 十一年 其實十一年裏面連續死了兒子和孫 然後 由他的曾孫 朱其真 即是 土木保之變的英宗 幾歲做皇帝 他做了十幾年皇帝之後 就覺得 我要做一番事業 要像太爺一樣幹一番事業 要北伐 結果就糟糕了 搞得整個明朝差點沒有了 你說他的龍脈到底是否可以呢 如果純粹看風水 其實 真的 我覺得不是很順暢的 你看看那麼多年來 整個歷史 很少發生這樣的事 那麼他的風水可以嗎 滿清是不是真的有風水呢 如果是他的風水也不錯 建州呂真 在魯爾哈齒起兵的時候 十幾萬人而已 到了王太極 發展到王太極的時候 也只有七十萬人 打下來當時 這個大名的人 兩億人 兩億人口 竟然被七十萬建州呂真打敗 你說風水能不能夠盡信呢 有時候這些神秘的東西不是完全否定他 比如說習近平那麼迷信 你看 他很多東西 你看中國的風水很好嗎 當然是不行啦 當然是全部都是敗局啦 洪安生是敗局啦 洪安生是敗局啦 一帶一路是敗局啦 即使他在東南亞部署也是敗局啦 每一招都是分招 所以你說他後面的風水是否真的認識呢 其實我真的不相信 一定是百分百渣流灘 不過這傢伙 本身不是很高水平 被人說多兩句 你是真龍天子 當然是 馬上就相信了 所以 對於這一點 我也有保留 如果你說這些神秘的東西可以贏 就按照泰國 馬來西亞升得六降頭 他們應該是升掛世界才對 好過扔核彈 降頭 把美國總統 英國首相 法國總統 英國首相 就可以控制全世界了 可以才可以 你信不信 我就覺得 不太科學了 不過習近平信 所以這一篇 講迷信風水的東西 尤其是搞洪安新區 或者整個現在中國的佈局 將來 其實是方便人去挖墳 風水越多 反而鄧小平 聰明了 知道 遲早被人挖墳 遲早被人變視 快要把骨灰把所有東西撕下過了 遲早被人挖墳 像是老毛 屍留在我邊 習近平多少被人變視 就不知道 但他的風水敗局 我覺得很快 是會破了 你看下 最近這幾年 連年一天再一襲大過一襲 導致如果是5月飛傷 6月飛傷 所以 不是這個 不和風水無關我得 就是你那種做法 就是敗局 整個敗局已成 根本沒有可能 無論你擺甚麼陣都會死定 更加沒有可能 因為你 即使是失敗的局 做到這麼失敗 做到民心盡失 你可以透過擺風水擺正 你覺得那麼可能呢 我不相信 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人的 我們會有很多人的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紀錄 隱藏你的消費紀錄 Serve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公司機構Wirex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